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然天天怎么都想着做梦还在吃狗屎呢 于是呢 他还急了 他说 不信你就去试 试完再回来跟我说话 我呢欺负大一出来 心里面想着试试就试试 呼啪呼啊 于是就提前设置好了出装和明丸 开始了这几比赛 这一试不要紧 试完我就吓了一圈瓦兄弟吧 没想到又玩这套出装和明丸 我直接就拿了一个武杀 不信你们就接着往下看 这开局的时候呢 我还觉得没什么 在我方老牛的帮助下 我还拿了一个人头 为了回报他的恩情 我又帮老牛拿了一个人头 这都是基本操作兄弟们 这时候我还没看出这一套出装和明纹 有多大的威力 到了后面 我与对面射手单挑的时候 他让我感觉到了一树树的惊讶 兄弟们 你们看 我与李源芳对红 我只损失了半血 他就赶了 诶 是有点不一样啊 正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 下面发生的事情 让我更加的大吃一惊啊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了 麻烦点个赞 点个关注 诶 对了兄弟们 镜头一转 我还在下路 不过对面的人员已经跑了过来 此时下路只有我一个人 看看小地图 对面来了三个 我只好先迅速的把辅助先给杆了 接下来辅助过来给他跳起大招 几个普通攻击再把他拿下 这时候射手想开溜 一个一技能 一个普通攻击 我们三连决胜了 兄弟们 这波我们一威三三杀了 这是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不过比起我接下来我的表现 这波只能算是小事牛头 四分钟 我赶往了对面的野群间 那可露露我那时对着他 就是几个普通攻击 就横扫千军了 回头我又碰见了身手 对着他又是一个普通攻击 加一剑来个大招 二连击破了 与此同时辅助他还来了 给他几个普通攻击 再来一剑三连决胜了 这时候三眼来了 开启大招 我硬扛着大招 开启二技能 几个普通攻击 我们四连超凡了 只剩下一个法师 我们五连决士了 我的天啊 我们竟然五连决士了 总于时间较短 对面的人员他又来 活得这么快 我再来一个普通攻击 加大招 天下无双了 兄弟们 这时候我只剩四血 而对面的李远方 还在追我 我连帮开启二技能 想杀我 你也能死的战 我只能说 这一步我的表现 只是牛逼啊 果然这套出装 和明晚有点东西 不知道到后期 会不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等到我期待着后期的时候 我又来到了下路 那大鸟看见我那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变身 先给我来了一个大招 不过我瞬间就把他给赶了 这真机也是 先给我来了一个大招 不过他也没了 这李远方也是 一见面就释放大招 这三个人都赶了 我又拿了一个三连角色 似乎我的攻击力越来越高了 时间到达八分钟的时候 中路团战 我对着射手就是一箭 一个普通攻击 我们就天下无双了 接着绕过这个墙 我们看见了辅助 打成残血 还是让他给溜了 而这个大鸟 又对着我坐了下来 你想跑 那是不可能的 二连击破 满血的杨茧 直接给他大招 他释放大招 我直接二技能抵挡他 三连决胜 这个伤害 越来越高了 兄弟们 我开始期待神装之后 他的样子了 十二分钟 我神装了 独自一个人 又赶往了对面的高丽 背着杨茧就是一箭 他直接残血 一个暴击 直接把他给赶了 背头又把鹿鹿弄死 接下来再来一个一紧 瞪死法师 突然对面就没了 总结一下 这套出装和明文吧 的确这个攻击力很高 但是一箭秒人是不可能的 大家可以去试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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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